一场新冠病毒 让全世界的坏消息接二连三 随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 自从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后 全世界现在已经有超过10万人的确诊病例 美国的股市也是因此而大幅的下跌 美国的股市在经过2月最后一个礼拜的黑色的这个礼拜 股市下跌之后 连接而来的就是黑色的星期一 又加上几次的熔断 所谓熔断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是像把这个保险丝烧断了一样 只要是标普500下跌了7% 股市呢就马上停止 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走开 来休息一下 来喝杯咖啡冷静的想一想 再回来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如果股市继续下跌了13% 第二次熔断就开始了 如果那一天的股市呢 下跌到20% 当天的股市完全停盘 上一次熔断的机制启动 已经是在22年前 股市暴跌的原因 有人说是因为联储局 有两次出手就市 已经把现在的Fed Fund rate降到零 这个举动就让很多的投资人心里产生了更大的恐惧 他们在想美国是否因此会进入真正的大萧条 现在全美国可以说是管制最严的就是加州 还有华盛顿州 还有东岸的纽约 首先来讲一讲我们加州 加州自从在一个礼拜之前 已经开始了锁州 就是所谓不是民生必需品的商店 还有行业 必须要Work from home 或者是这些餐厅 酒吧 以及娱乐场所 不是民生必需品的 统统要关闭 并且严格执行 65岁以上的人 您就待在家里吧 并且不要出门 那在东岸的纽约州 现在是全美国确诊病例最多的一周 那这周呢 现在和纽约西一样 已经开始实行了晚间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五点的宵禁 就是您根本都不可以出去 可是美国的政府呢 是联邦说联邦的事情 各州来防自己的意 并且在每一周里面 五花八门各种各种的法律呢 把人民搞的是昏头转向 不知道应该听谁才比较好 然后再继续看到 还有很多州认为 这个coronavirus是不严重的事情 他们继续到海滩去嬉戏 并且继续群记 还有在餐厅里面看到大家 非常的享乐 在一起吃饭 欢乐 因此其实是在病毒面前 人人都是一样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有人说 也许现在的coronavirus在美国发掘的人数 还不是最多的 高峰期还没有到来 在这个时候呢 也许大家想到 在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 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材料提供生产国 另外一个美国呢 是在世界上消费最强的国家 这两个国家只要有一个出现了困境 世界上通通会打喷嚏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首先看到 这两大国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美国吧 美国是 我们先谈到美国的时候 就首先想到在欧洲的几个国家 我们原来认为欧洲几个国家 反应是非常迟钝的 现在看起来 美国的反应居然比欧洲还要迟钝 白宫至今才开始出来 每一天上镜头来讲几句话 可是看到各州 还有各个城市 他们所实施的就是的法案 统统不是这么一回事 美国人的消费习惯 和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美国的平均的一个人呢 他在银行的这个存款 大概就是400块钱左右 一般都是工薪阶级 我们都听过月光族 那就是每一个月领一次薪水 那现在呢 还有人是每两周领一次薪水 也就是变成了双周光族 那这一类的族群呢 他们要应付日常的开支 就已经着金见走 如果他们在生活的用度上 还有其他的需要 就要靠贷款 才能够过了这个难关 现在因为有很多的生意 都已经停摆 并且很多的人都是work from home 这个production呢 也下降了大概有20%至30% 不管任何的企业 不管是大型 中型或者是小型的企业 如果没有运行 就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就不能够继续的营运 在现在的为止 美国大概有700万的人口 都已经受到这个失业的恐慌 也受到失业的影响 美国的政府虽然寄出了很多的旧事的计划 只有在我们录影的这一天 美股是上升了1600点 可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是一个公司 它并没有收入 也不能支持的话 股票再上涨也是空虚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目前挑选出 国际比较重要的消息 美国的经济 以及美国的股市 提供给各位分享 好我们下次再见